嗨,大家好,我是瑞將 文當 今天我跟文當要帶大家去 Lumine Esto裡面的七、八樓去吃吃到飽 那一般日本的吃到飽幾乎都是 三千日元以上或者更貴 但是Lumine Esto裡面的吃到飽 就是都是兩千塊而已 所以我覺得還蠻值得推薦給大家的 位於新宿的Lumine Esto 是我和文當最近很常選擇來吃飯的地方 因為主要課程是年輕族群的關係 裝潢運用許多色彩點綴 整體給人的感覺非常有活力 第一次來到這裡如獲至飽 吃到飽的種類非常多元 有適合冬天吃的火鍋 令人懷念的中華料理 無肉不歡主義者最喜歡的燒肉 日本料理的主線壽司 但今天要吃的都不是這些 我們要吃的是義式料理 這家義式料理在八樓的這角落 導致我們雖然來這裡很多次 到上個月才發現這家店 燈光偏昏暗 可以讓客人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 也是我們喜歡這家店的原因 店內主色調使用黑色和紅色做搭配 成熟而配色顛覆對傳統吃到飽的印象 餐點有各種口味的披薩 義大利麵 沙拉 甜點 熱茶茶包 蜂蜜奶油炸雞 炸牡蠣 鱈魚 橘菜 橘飯 飲料的種類也很豐富 但我的口味還是很少孩子 喝的是柳橙汁 除了原本就做好的自助餐點之外 還可以請廚房現做牛排還有燉牛肉 豬橘 鱈魚這裡的牛排聞到是這樣說的 牛排 我沒有要切得到的 很美味 當然,我們也點了燉牛肉 你看,有這麼大的肉 沒想到話才一說完 他的嘴巴就被大塊的牛肉整個塞住講不出話了 我自己最推薦是炸母麗 因為在一般的吃到飽是吃不到炸母麗的 除了正餐,我們每次最期待的就是這裡的現做甜點 夠 不動,雙下巴 好… 就像是有感動的 不動靜點 跟一个人在一起久了 或多或少会受到影响 有一阵子我常听抖音的音乐 让文当也习惯了那些 我们听到烦的节奏 到了晚餐时段 多了晚餐限定的甜点 配料也更加丰富 很可爱的小虫 是假的吗 好可爱哦 不得不承认我这一刻 真的很想杀了他 结账的时候呢 是要拿这个钥匙 它上面有写号码 拿这去柜台就可以结账了 吃到饱很常被说成是假仇吧 对经济不宽育的学生来说 是许多人断考后 社团活动后的共同回忆 但对出社会的我和文当来说 吃到饱吃的是 经济和心灵上的无负担 不特别的日子中而特别感 希望即使是十年后 二十年后 我们都还是能因为要吃吃到饱 而感到开心幸福的彼此 我会认为这些 我会认为这些 我的商店是合的 我会认为这些 我会认为这些 我的商店是合的 好 大家好我是瑞江 我是瑞江